众所周知,食物是有保值期的,一旦过期便不能再食用。 但你知道吗?我们日常家居用品,比如牙刷、筷子、毛巾也有保值期,也需要定时更新换代,以防滋生病菌,损害身体健康。 但是,本着勤俭节约的中华优良传统,很多在物品过了保值期后,依然坚持让他们上岗工作。 这完全是对自己和家身体健康不负责任的表现。 用久了的毛巾又脏又硬,会成为新的污染源,严重影响皮肤健康和使用舒适度。 建议,三个月左右换一次。 二、卫生纸,超级使用可治病卫生纸也是有保值期的,包装不及时或储藏的不好,就会使纸张受潮或污染。 正规品牌的卫生纸,外包装上都会著名生产日期和保值期。 过了保值期的卫生纸容易滋生细菌,很容易变成不卫生纸。 建议,在干燥、通风的条件下,一般卫生纸的保值期为2到3年。 三、马桶刷,超级使用异藏污纳垢有没有发现你们家的马桶刷的刷毛越来越少了? 因为过期了。 到了使用年限的马桶刷很容易掉毛,刷毛脱落后非常容易藏污纳垢,滋生细菌。 建议,一般来说,使用半年左右,就应该让它退役了。 四、牙膏,超级使用成分会变质牙膏是有保值期的,其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存放一定时间后会发生化学反应,尤其是已经开始使用的牙膏。 另外,牙膏使用越久,曝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,接触细菌的概率也就越大。 建议,最好在一两个月内用完。 五、洗碗布,超级使用可引发传染性疾病有研究显示,20%的洗碗布内隐藏着如大肠肝菌、沙门氏菌等可致病的细菌。 特别是夏天,清洁不彻底的洗碗布更会滋生大量细菌,使餐具在洗涤过程中出现交叉感染。 建议,每月更换一次。 洗碗布最好选择唇木纤维材质的。 六、枕头枕晶,超级使用满虫多枕晶枕头容易沾上皮屑、沉满、真菌、细菌以及头发和皮肤上的油脂、污垢等。 脏的枕晶枕枕头会成为滋生沉满和细菌的温床,会给脸部带来一系列皮肤问题。 建议,一周换洗一次最佳,如果出现脸部有皮肤过敏等不适状况,则建议两三天换洗一次。 七、筷子,超级使用可诱发疾病超灵筷子,可能有各式各样有害病菌,如导致感染性腹泻、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肝菌,甚至是公认可诱发肝癌的黄蛆酶。 建议,普通竹块和木块,保持其为3到6个月,金属的使用时间长点。 八、砧板,超级使用可制细菌泛滥砧板是细菌繁殖的理想场所,而且,家用砧板一开裂,裂缝中就更容易藏污。 建议,一个砧板使用最好不要超过3年。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砧板时要多给砧板消毒,如用热水烫、撒盐、石醋洗等方法均可。 九、不粘锅,超级使用危害甲状腺长期使用不粘锅可能会破坏其表面肚层,释放出有毒物质全伏心酸胺,危害甲状腺健康。 全伏心酸胺的耐温点为280摄氏度,一旦超过这个温度,有害物质就可能吸出。 建议,3到5年更换一次,不要用不粘锅进行高维烹饪,更不可干烧。 洗锅时,勿用硬材质的洗碗布。 洗锅时,勿用硬材质的洗碗。 洗锅时,勿用硬材质的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